资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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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lo大家好,我是皮卡 很多人都觉得能源的议题好像与我们非常的遥远 但其实由村山出版社跟台大风险中心出版的这本书 日常生活的能源革命 所讨论到的呢 其实就是能源与我们非常有关系 那今天呢 我们的主题呢 我们邀请到伊婷 来跟我们讨论到有关于 嘉义市跟南投普里的空污的案例 那欢迎伊婷 哈喽 伊婷我想问哦 你其实在做这个空污的研究 其实在台大风险中心 有蛮久的一个时间 那今天我们谈到的两个主题 分别是嘉义市跟南投普里 为什么挑选这两个单位呢 因为这本书比较会强调在 就是一些 台湾具有草根性上面一些 行动者的一些小故事 那特别会提到嘉义市跟南投普里正 那首先第一当然是 嘉义市是我的故乡 那普里正的话也是 之前论文也有做过 一些相关的访谈跟研究 所以就是以这两个为出发 那他们有一个共同点是 在台湾就是 有别于就是中南部一些 本身就具有工业污染源的 一些县市以外 它本身是没有大型的 工业污染源所在的地方 所以这两个地方 有个共同的特性特色 所以就以这两个为 为就是他们当地怎么样去 看反空污这件事情的 一些行动跟作为 对 代表是说 嘉义市跟南投普里 他们也有他们存在的空污问题 可是跟其他单位比较不一样的是 他们自己没有大型污染 工业污染源 他们的呢 可能就是自己的移动性污染源 或者是从外面 呸要过来的 对他们的污染特性就是一样 外县市来的大概有五成以上 那有一半以上也是自己本身 自产制造的 当然可能就是交通行为上面 还有宗教习俗 烧香等等 然后而造成的 所以在地他们这两个地方 在地的居民或是民众 就是发现自己问题 其实也蛮大的 所以从自身改善起 是蛮重要的 那他们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呢 你在作与 我访谈这两个单位的 行动者的时候 嗯 那刚刚简单讲完 就是污染特性的部分 那分别来看 嘉义市跟普里的话 就是他们怎么样发现空污的问题 那在嘉义的话 其实这边比较强调的就是社会的角色 那这角色呢 就是其实跟我们日常生活 是非常的紧密关系 那在嘉义市的话 可以看到就是从医疗院所出发 一间诊所的医生 然后跟当地药局的一个经理 然后发现在特定的 比如说秋冬季节 过敏的患者的人数就会就是变多 然后他们也不知道 为什么会这样子 然后也是透过就是去上网找资料等等 然后才转转发现 哦 原来有PM2.5这个 细旋不尾利这个名词 然后跟它衍生后面的一些相关疾病 才会造成就是 为什么诊间的患者变多了 了解 所以嘉义市是因为公民当中的一些医生啊 或是医护人员 他们发掘这样的问题 然后因此来带动说 来讨论说地方的空污的相关的问题 对 那南投普里呢 那普里的话呢 就是也是从一群地方妈妈 就是妈妈们就是从国小妈妈 就是平常就是接小朋友下课等等 闲聊聊到说 诶 怎么最近空气品质状况不太好 就几个妈妈成立了一个那个普里 空污减量制就会 然后才一起来组成 然后重视来看当地的空气温暖的问题 所以嘉义呢是从医生跟医护人员串联起来 那南投普里呢是从地方妈妈串联起来 那这两个群体当中一定有他们在进行空污的一些行动策略的时候 有他们的相同跟不同的地方 相同的地方主要是从哪里呢 像嘉义室的话呢就是他们医生本身就是有在就是每个社区做例行的卫生教育的工作 那他们就是把空气管这个新的东西带入他们例行的就是卫教上面 就是知道说有空气管这个名词那他对人体的一些危害等等的 然后实际去就是算是宣传然后进行知识教育 那在普里上的话也是因为他们比较focus在国小跟一些学生上面 进入实际进入校园里面也是进行的就是跟当地的环保局合作 然后把这个这个概念然后也是让小朋友知道跟家长知道 然后就是进而他们反正相同点就是说都去进行的知识的宣传跟知识的教育上 对了解等于说大家提升公民知识对于空屋的了解啦 我还记得好几年前提到PM2.5大家想到的就是下午两点半 那在这几年当中大家对空屋的意识逐渐的抬头 比较少人会把PM2.5以为是下午两点半 对黄岸还有一个地方就是他们都有成立自救会 那在嘉义的话就叫做嘉义社区医疗发展协会 那他们有做三大领域那其中一块就是在空气管这块耕耘 那埔里的话就是专门成立埔里PM2.5减量自救会这样子 等于说从公民的力量然后提升到网络的力量 对才能够带出更多的行动 是然后他们共同点是这样 那后续所做的事情呢在嘉义的话 呃嘉义自行医生呢他们就主要希望能够实际进入到嘉义市政府 去影响公务人员然后加上当时2014年的图形者市长也非常重视就是空污的问题 所以就是很快速的就成立了空污防治委员会 那每半年就召开一次然后来讨论说那怎么样去改善嘉义市的问题 甚至在更大的范围就是能够跟其他县市做跨域的治理 这算是有进到体制内吗 对那那反正就是他们这群医生认为就是他们的阶段性目标 就是希望能够成立委员会 然后让这件事情能够规律的能够在市府的体制内去做讨论 就是他们认为他们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目标这样子 对但是我们可以从另外一条线路来看是说他们从环境教育到环境监测 就当地一个技大的戴老师本身是做物联网的专业 然后他也是在无意之间收到了自救会的传单 然后结合他自身的专业 然后开始就是做自己做就是比较小范围生活区块内的就是空污的监测这样子 然后最后也甚至也跟环保署一起合作 就是部件整个在埔里的三十几个点的空隙污染的监测 能够及时的去反映自己周遭生活环境的一个数据 然后保护自己就从自身小范围做起这样 从刚刚Eating的分享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说在于空气污染这个议题的一些行动网络 它除了个人以外它必须提高到人与人之间的合作网络 甚至能够提高到学术之间的协助 比如说学术的一些研究的支持啊 然后以及政府的一些协助 我相信这个互相串联 它才可以让公民的力量能够提升到 可以共同的面对许多的空气污染的议题 那我相信刚刚Eating只是讲了一些些 我相信大家一定很有兴趣 那我们这本书呢 《日常生活的能源革命》 现在已经正式的出版了 所以在各大通路上 比如说伯克莱啊 或是各大书店 都可以购买我们这本书 《日常生活的能源革命》 由风险中心 台大风险中心跟春山出版社来共同出版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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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